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也何妨 你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不歇息 直到我们感见不醒 欢迎大家来参加打过大军 迎接父亲的行列 高北同一敬拜赞美来到主的面前 长长喜乐 相处高渴 无论环境如何 高山火的孤祝都看不 相信旧能蒙福 常常祷告 耐心等候 著作是有病史 流泪洒中 闭幻无首歌 相信就有心了 下全一手再一次举起来 风鸣任性再一次张开 好爱一切忧虑 放下一切重担 来到主的面前 我喜乐满怀 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 坎坷的灵被主爱充满 主是我的力量 主是我的高海 只因有苦一路 有耶稣陪伴 他永不离开 长长喜乐 相处高渴 无论环境如何 高山火的孤祝都看不 相信旧能蒙福 长长祷告 耐心等候 主作是有病史 流泪洒中 闭幻无首歌 相信就有心了 下全一手再一次举起来 风鸣任性再一次张开 好爱一切忧虑 放下一切重担 来到主的面前 我喜乐满怀 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 坎坷的灵被主爱充满 主是我的力量 主是我的高海 只因有苦一路 有耶稣陪伴 他永不离开 相处的手再一次举起来 风鸣的心再一次张开 好爱一切忧虑 放下一切重担 来到主的面前 我喜乐满怀 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 坎坎坎的灵被主爱充满 主是我的力量 主是我的高海 此因有苦一路 有耶稣陪伴 他永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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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三一神的面前 让我们就紧紧地来跟随他 一生来忠于他 侍奉他 在一生 我要深爱你 你就是我生命的根源 101.50333.4 finances jin 你或雪 你会牵我手 我必须要永远忠于你 每一天我必会失恋你 要伸出手来紧握你的手 我要散开我的心门 让你来观看 因你就是我生命的理由 每一天 每一天我必会失恋你 要伸出手来紧握你的手 我要散开我的心门 让你来观看 因为你就是我生命的理由 因为你就是我生命的理由 我必须要伸出手来紧握你的心门 谢谢你 有你做我们就有入 有你我们就有办法 谢谢你我们就有盼望 我必须要伸出手来紧握你的心门 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 你就是我们的师哥 主你就是我们的力量 主你就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 主你从来没有撇下丢弃我们过 主要因此我早晨我的心就要向你举起 我的口要承受你荣耀的圣明 谢谢主 是的天父阿爸 主啊主耶稣 基督主啊还有圣灵保会师 我们真的要说三一真神 我们来爱你 主阿因为你从清晨就赐下恩典给我们 直到夜晚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主阿你是我们生命的根源 你也是我们随时的帮助 主阿让我们永远要伸出手来 牵住你的手 主耶稣我们永远不要放开 主阿因为我们放开我们就失落了 主耶稣我们抓住你抓住你 藏开在你的面前 主阿你是我们永远的良朋密友 我们赞美你 主阿你是我们最大的帮助 今天早晨主阿的帮助啊 我要来救济你 谢谢你在当中与我们同在 主阿真是今天早晨 主阿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来迎接你 亲爱的圣灵我们欢迎你在我们当中 来运行来帮助我们 今天早晨主阿我们要救济你 成为我们的活水泉源 主阿我们要来救济你 主阿我们愿意来跟随你 亲爱的圣灵欢迎你 主阿是的圣灵我们欢迎你 主阿早晨主阿我就要来到你的面前 主阿愿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都苏醒在你的面前 主阿我们到你的活水泉源 主阿就可以保偿你的慈爱 主耶稣你说凡口渴的都可以到你面前 你就使我们饱足 主阿今天早上主阿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你就丰丰富富的用你的泉源 用你的圣灵浇灌在每一个主阿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身上 主耶稣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帮助 我们赞美你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主阿你就是我们的诗歌 主你就是我们的力量 你也是我们的高台 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主阿你就是我们的一切 主你也是我们的满足 主阿思想到你 我们心里面就欢喜快乐 我们就得着安慰 主阿在你的面前 主阿我们是何等的宝贵 主阿你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是阿爸天父的孩子 主我们宝贝你所赐给我们这身份 主让我们在今天活着 我们就不再在最终活 我们向着你 我们看着这是活的 我们乃是为你而活 为今天从早晨一直到晚上 主你把守我们的心怀应验 让我们都活在你的面光之中 让我们的存在 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 主阿谢谢你与我们同在 垂听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 阿们 谢谢主 我们的主是何等的宝贵 这是我们一起来 攻读神的话语 我们继续用读神的话语 在默想祂 我们来敬拜祂 请敬祂 我们也祷告祂 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 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 新约马太福音第一章 十八节到二十五节 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事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 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 还没有迎娶 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 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 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 想要暗暗的把他羞了 正思念这事的时候 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 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 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 因他所要怀的孕 是从圣灵来的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一切的事成就 是要应验主界先知所说的话 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 神与我们同在 约瑟醒了起来 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 把妻子娶过来 只是没有和他同房 但他生了儿子 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以马内利 神与我们同在 亲爱的兄弟 我相信每一位 当我们早晨起来的时候 我们渴望的就是 以马内利 神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今天无论是 或说话或行事 我们行在路上 我们或坐或躺卧 我们都能够在主的面光之中 我们都有神的同在 亲爱的兄姊妹 在你里面 你认为神的同在 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 领导你的生命中呢 你会不会觉得说 神的同在 不就是赐给我 凡事横通顺利吗 如果有神的同在 金钱不缺 然后喜乐满怀 没有任何的灾难 没有任何的疾病 神的同在 是不是就让我们 所以为的 好像不会有任何的 什么负面的事情发生 神的同在 是按照我们 所以为的 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 你会不会认为说 神不与你同在了呢 或者是 神铁下丢弃你了呢 今天当我们看到 新约圣经里面 第一卷书的第一章 告诉我们神的同在 领导我们 是何等的超乎 我们人 所能够想象的呢 无论在 马太福音 路加福音 在记载 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 完全是出乎人意料之外的 先知 以赛亚 在七百多年以前 神就借着他 发出这样的预言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 尼玛内利 在以色列的女子当中 每一个人 她们都有一个盼望 那个盼望就是 这位所应许的 弥赛亚 是由他生出来 是养育在他家里面的 那会是他们一生当中 最期待的事情 可是当这件事情 发生的时候 你真的是预备好了吗 玛利亚 这个拿萨勒的 一个乡下的村姑 她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事情领导她 是这样子的领导的 我们在想着 弥赛亚领导我们 应该是什么光景呢 啊 远超过你的理性 远超过你的经验法则 有一天 天使告诉玛利亚说 蒙大根的女子 接下来又告诉她 讲说 你要生个儿子 她是人所期盼的 她就是人类的救主 玛利亚听到之后 十分的困惑 她大吃一惊 怎么可能有这件事情呢 我还没有出嫁 我怎么能够 去生出一个儿子来 然后她被称为是主呢 她就是我们所盼望的 那位弥赛亚呢 亲爱的兄姐妹 想想看 没有出嫁 就生孩子 人会怎么去想她呢 领导她的 可就是嘲笑呢 人的排斥 背后的冷言冷语 或者是恶言相向 或她根本就被排斥在 人际关系之外 亲爱的兄姐妹 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 这位圣洁的主 临到我们生命当中 你愿不愿让她 在生命当中来做主 而不在乎人一样的眼光 全心地说 主愿你的旨意 行在我的身上 如同在天上一样呢 玛利亚说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呢 天使对她讲说 如果出于神的话语 没有一句不但能力 她就信服下来 她说我是神的使女 情愿照主的话 成就在我的身上 若是主的旨意要成就 虽然有些事 我不太明白 最有些事情 我觉得可能 如果按照人的想法 我会过不去 可是因为出于主 我就顺服 亲爱的兄姐妹 顺服 是我们基督徒 我们这一生当中 都要学习的 也可以讲说 最艰难的一个学习之一 顺服就是把生命的主权交出来 生命的主权交出来 不以自己为中心 神你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如果你关心的事 就是我关心的 不在乎人的看法是什么 讲得容易 做起来可不容易呢 但是神知道 谁是爱他 谁是属他的 神的恩赐和选招 我绝不后悔 七百多年前的预言 确实在七百多年以后 神真是会等啊 神知道谁是 真正要他的 那么多的女子 那么多的人 希望说 这个是领导他的身上 但是真的领导 他们可能会逃避的 他们会排斥的 即使时候满足 神就太他的儿子 为女子所生 且身在律法语下 有谁想到 这就是玛利亚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知道 圣经当中 出现过好多的玛利亚 至少有六个 玛利亚的名字当时 是非常非常普遍的 那么多的玛利亚 谁在乎 拿撒勒的一个小玛利亚呢 神知道她是谁 神知道 也许你说我就是那个 名不见经传的 我就是那个很卑微的 没有人会多看我一眼的 可是你要神 神都知道的 以玛内利 神与我们同在 他首先与这样一个 内心深处 愿意顺服主的人 同在 也借着他 使他的同在 领寄他周围的这些人 而且那个时代 甚至基于今天的你和我 全世界 另外一个人就是 约瑟了 神讲说约瑟是个艺人 艺人 什么叫艺人呢 谁看得出他是什么艺人呢 他是一个木匠呢 他能够做什么 他并不是好像 我们说很有学问的 很有社会地位的人 他不是犹太人叫的拉比 他不是法利塞人 他也不是文士 他就是很殷勤在那里工作的 一般的木匠 虽然他的身世是很显赫的 但是早就已经夹到中落 早就已经是 我们说已经是潦倒 已经是沦落到一个 一个相当不堪的位置上去了 他的祖先是谁呢 这两个人的祖先 都是可以追索到大卫 他们都是大卫的后裔 我们说皇帝还有草邪青啊 一代一代传下来 他们真的成为草邪青啊 没有人会去多注意到他们一眼 也不能够天天靠的 你过去你显赫的家世 在那边自吹自脸那边过活 他们是很务实的 他们在那里很殷勤地工作 亲爱的兄姐妹 我们这一生 我们是不是就讲到过去了 我们不要讲过去 过去如何如何 我们现在 我们好好去努力 但是我们生命 是不是也就像一般人一样 不像我们祖先大卫 他是如何的 跟神有亲密的关系 主给他那个位置 是何等的崇高 他应许说 将来有一位 要永远坐在他的宝座上面 那位在哪里呢 会是我们这些已经落魄到民间 不知道已经 这个协同被稀释到什么地步了 没有人会在意我们 早就被忘记了 但是神知道 谁是属他的人 神的应许绝对不会改变 他说的话绝对算华 将来必有哪一位 从耶稀的根出来的 他要坐在那永远的宝座上 所有大卫的后裔 他们也会在想 是不是就在我的孩子的身上 不是在我 那会不会在我的孩子 或我孩子的孩子上面 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 环境的变迁 这些离我们好远好远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不要忘了你在神眼中是个什么 尤其是阿爸天父的孩子们 我们是神所保爱的 他知道我们是谁 他知道我们在哪里 他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他也对我们一生当中有美好的计划要成就 不管你被这个世界弄得昏土转向 你好像不太相信你自己能够做什么 能够荣耀神的名 但是神没有忘记 神拣选约瑟 他知道约瑟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他跟他讲说不要害怕 为什么害怕呢 因为听说他还没有拼进家门的妻子 玛利亚已经怀孕了 哎呀这不得了的事情 实在是太不体面了 实在是让他感到非常难过 甚至很愤怒 可是他是个艺人 他不愿明明地羞辱他 只想安安把他修了 现在弟兄姊妹 这个世代有多少人像他这样子呢 他的心胸是这样的宽大 这样的坦荡呢 谁像他能够具有这样的包容力呢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他内心 可人家看到他说 不过就在做木工的 在盖房子 或在做什么事情的 没有人想到他内在生命是如何 但是神知道他 就如同今天神知道你一样 神说不要怕把他娶过来 因为他生的儿子是从圣灵怀孕的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 因为神要将他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你信还是不信呢 谢谢主 神知道这个人 他信是信真的 他就把他娶回来了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很多事情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 很多事情也不如我们预计 娶过来了之后呢 娶过来了之后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他在拿撒勒 可能他已经坐好了婴儿床 预备个小房间 然后要照顾这个婴孩 没想到一直命令下来 盖撒亚古斯都 要他们到他们的本族本乡去 去报名上策 他们千里迢迢 到了伯利恒 在伯利恒 大卫的本家呀 在那里 一个非常不堪的一个环境里面 被拒绝 然后到马草里面 生下了耶稣 这我也要做弥赛亚 人类救主的 不但生在马草 甚至被西律在追杀 哎呀有时候我们真觉得 神啊 是不是你的计划错了 是不是你找错人了 是不是我领悟不对了 但弟兄姐妹 神与我们同在 祂是超越我们所能够想象的 祂要成就的事情 超过你能够 超过你的筹算的 谢谢主 这位耶稣基督降生了 改变了玛利亚 改变了约瑟 祂成为人通往神那里去的那道门 祂成为人的道路 能够进到至圣所去 祂成为我们的好牧人 祂成为我们的生命 祂改变了所有的人类的未来 西元前西元后 就是主前主后 人的纪元是从耶稣基督 开始那边做分界的 耶稣基督降生之后 主前主后 是我们在这个历史上面 我们在时间上面 我们接着他来做个分野 同样的 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当中 也有主前主后的分别 在主之前 主在你生命中之前 你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在思想什么样的事情 仅仅在主后 你今天主在你生命当中 你愿意向玛利亚和耶稣说 主啊 我是你的仆人 我是你的使女 情愿照你所说的 来成就在我的身上 我愿意 从今天早上 我们就祷告主说 主今天我要遇见的人 主啊 你要我如何地对待他 你要活在他们当中 你要做什么 你有绝对的主权 我愿意照你的话 来成就 好吧 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来回应这位爱我们的主啊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 主我们思想你的话语 我们思想玛利亚 她是怎样一个顺服的生命 她说情愿照着神的意识 成就在她的身上 主啊 巴不得我们的生命 也能够像玛利亚一样 如此地顺服你 重视这样的顺服是极艰难的 是 是带着别人的嘲笑 侮辱 甚至有性命危险的 求主你加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生命的勇气 生命的力量 在我们里面 兴起来 主帮助我们 每一天面对各样的难处 各样的艰难 各样的试探 各样的试炼 我们都可以靠你得胜 我们都可以信靠顺服 以及顺服到底 阿们 是的 亲爱的主耶稣 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靠你得胜 而且能够信靠你到底 主啊 是的 谢谢你从宇宙大宝座上下来 主啊 挂在石下上面 谢谢你用圣灵重生的我们 使我们都为天父上帝的儿女 主啊 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有玛利亚一样的生命 主啊 主啊 我的心尊主为大 我的灵就单单以主为我救恩的喜乐 阿们 主啊 谢谢主赞美你 亲爱的主 谢谢你 主啊 你是玛利亚的主 你是约瑟的主 你也是我们的主 主啊 虽然 玛利亚和约瑟在当时代 主啊 有好多人能叫跟他们同样的名字 但是主 你知道谁是谁 主啊 你的拣选从来没有出差错 耶稣我们谢谢你 主啊 你知道我们在哪里 主啊 你知道我们的心内如何 主啊 谢谢你来找到我们 告诉我们大喜的信息 主 告诉我们 主我们跟你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耶稣 谢谢你 以玛利亚的主 你现在就与我们同在 阿们 你要我们活在这个时代 主啊 也就是要把主 你永恒生命的道要表明出来 主啊 让人从我们生活当中 那个来认识你这位 满有慈爱怜悯的神 满有权柄能力的神 处理你的话语没有一句不但能力 阿们 主啊我求你祝福今天每一位 每一位你自己所亲爱的 你宝贝的儿女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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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我们都知道 做我们是你的孩子 主啊 你不撇下丢弃我们 让我们今天的存在 我们口中所说出来的话 我们所所做的功 做我们脚所行的路 能够使我们周围的人 与我们同德福音的好处 成为他们的祝福 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 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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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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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会思念你 要伸出手 来紧握你的手 我要散开我的心门 让你来观看 与你就是我生命的秘游 与你就是我生命的秘游